台電人員表情相當無奈 因為他前方就協停著一台機車 黑衣男子大聲嚷嚷 表示自己已經等了一整天 不滿台電人員太慢來修店 於是就把機車直接擋在 台電人員車前不讓過 並一直對著台電人員開罵 就在大家爭吵的同時 仔細看前方這位帥氣的阿伯 他卻慢慢地把機車默默移到一旁 但你能看到他手上 還抱著一名小嬰兒嗎 一手抱孫 另外一手帥氣移車 在一陣混亂當中默默把車移開 為了體諒台電人員 阿伯移車的這個小舉動 讓人看了就感心 這段畫面全被民眾 給拍了下來鋪上網 表示台電人員在蘇澳新城路 辛苦搶修電力 卻操到民眾以機車擋路並辱罵 這可讓網友好生氣 紛紛說毀壞工作人員的辛勞付出 也有網友說自己的爸爸 就是台電人員 五十幾歲了 每次台風天出門搶修 沒有看過他喊一聲苦 大家都希望這名男子 能夠公開道歉 你會覺得很疑惑喔 疑惑是還好啦 我們也是 就這樣不能做啦 表示希望能夠趕快搶修完畢 也體會民眾在家沒電的心情 但台電人員颱風過後 辛苦的從早忙到晚 就是為了要讓大家盡快有電 黑男子卻以機車擋路謾罵 沒有將心比心 實在有點不應該 記者林醫生 陳偉鈞 宜蘭報導